娘贵妃是牡丹仙子 请问贵妃,娘娘明明知道啊,愿力大于业力,如果您要是发了和皇上生生世世在一起的愿,就有可能在轮回里面出不来呀 娘娘欺然一笑说,纵然是知道,但是在当时情职上来的时候,不能自已,就发了这样的愿,因为没有完成使命,再加上陷入情职,如今报应也就来了 看到贵妃勒死之后,贵妃灵体出现,这次不再是雍容华贵的状态,是穿了一身白衣,清水出芙蓉,天然巨雕饰,游见游连,旁边站着黑白无常两位菩萨 请问黑无常菩萨,为什么娘娘要受这么重的果报啊? 黑白无常菩萨叹息地说,因为牡丹仙子在人间的使命本来是鸡躬累得度化众生的,要去做一个好的榜样和表率,但是她却陷入情职 做了一个坏榜样,同时她和唐明皇相爱的过程甚至很多情欲的情节又被拍成了各种的电视剧,电影荼毒和影响了很多的青少年,因为娘娘在世界的影响太大了,让很多人陷入情职无法出离,所以果报是非常严重的 黑无常菩萨说,因为你见证风水功德很大,包括你和牡丹仙子也有甚深姻缘,因此你把杨贵妃牡丹仙子的经历写出来可以教化世人,以此姻缘功德,牡丹仙子也就会栽消难满,可以被解救出来了